三国时期的大美女真福被她的丈夫曹丕刺死 死了以后曹丕在买真福的时候 竟然还做了一个批发负面以抗塞口的事情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曹丕这是出自于什么习俗 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曹丕对真福的厌恶有多大 曹丕如此厌恶真福其实是非常让人看不明白的 为什么说看不明白呢 因为从历史记载的真福的表现来看 在古代女子中真福称得上是个完美的人 她比历史上的其他女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真福 她的美貌不仅是周边之人心动 连魏国人都多多少少听说过她的美名 她是曹丕一直想要得到的人 不过这里却有一个疑问 曹丕当初想尽办法得到真福 但是得到之后却将其赐死 曹丕是否是真心喜欢真福呢 如果是 为何最后还将她亲手赐死 一、曹丕与真福相识 真福出生于关怀人家 传闻她的母亲在怀孕时 每天都梦到有些人将美玉做成衣服披在自己身上 后来真福出生 她长得非常漂亮 极受父亲宠爱 可惜父亲在其三岁时就去世了 当时她哭得非常伤心 周遭之人都觉得出奇 毕竟三岁的孩童能懂什么呢 不过真福的早会不仅表现在次 在她八岁的时候 有一群杂耍艺人骑着马从她家院子外边经过 当时姐妹们都爬上阁楼去看 只有真福不为之所动 姐妹们就问她为何不去看 才八岁的真福表示 这不是女子们该看的东西 我们应该恪守女德 她自九岁就爱上了读书 而且只要看过的内容 能很快理解其意 她还经常拿哥哥的笔和纸写字 这是一度被姊妹们拿来说笑 一个女子不去学女工 而在这里学习十字 对此真福的回答也非常精辟 古代但凡贤德女子都会学习前人经验 如果不读书 用什么去借鉴前人经验呢 真福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有惠根 由此也成为了当时青年俊才们 争相抢夺的结婚对象 最后在家人的安排下 她嫁入袁绍家 成为袁绍的儿媳妇 当时袁绍正活曹卫对战 最后以袁绍完败结束 偌大的袁府顿时乱成一锅粥 这里到处都是破烂的花瓶 以及被砸坏的门窗 很多人都忙着逃命 有几个孩子吓得瓦瓦大哭 曹批在跟随父亲攻下夜城的时候 就想要一堵真福的样貌 所以战事刚刚结束 就很快来到袁绍府上 谁知刚到府上 就迎面撞上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 此时她正想发火 却看到这个女子长得非常美貌 即使脸上脏兮兮的 并且戴着惊恐的神色 但依旧楚楚动人 曹批就问这名女子是不是真福 还不带女子回答 旁边的婆子就着急应声 曹批此时已经被真福的美貌俘获 便安慰她不要惊慌 会护她一世周全 这一幕刚好被曹操看到 就这样 真福被续配给了曹批 二 曹批与真福也曾度过几年快乐的时光 真福本来是袁绍的儿媳妇 如今骤然成为曹批的妻子 对于这样的身份转变 她还是有点不适应 不过既然嫁过来了 她也必须适应当下生活 自从嫁给曹批后 她每天过得也都非常小心 生怕出了什么差错 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为了能够讨好曹家人 在曹批母亲辩夫人生病的时候 她一步步离的日夜在跟前伺候 此事也让曹操和辩夫人都非常喜欢她 而且这种喜欢还为曹批带来了实际利益 由于对这个儿媳妇偏爱 所以曹批在和曹执争夺王位的时候 占了不少光 再加上真福本来就是自己心意的女子 她处处用心服侍自己 两人也过上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此时的曹批可谓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这就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既然曹批如今日子过得这么惬意 为何放着舒坦的日子不过 要杀死自己真心喜爱的真福呢 三 真福被曹批赐死一 曹批宠爱郭夫人大众的说法 就是曹批这个人本身就不偿情 在迎娶真福之前 歧视她有自己的原配夫人 但是到了迎娶真福的时候 她就义无反顾地将原配夫人抛弃了 对真福新鲜了一段时间后 她又喜欢上了新的女人 郭女王 真福虽然生得美丽 但是在福上却处处小心 再加上郭女王非常有手段 处处给真福气瘦 真福又不知如何反击 所以常常哭泣 任谁看了都不会开心 再加上这位郭女王一直嫉妒她 一心想取代她的位置 如此一来本本分分分的真福 就陷入危险而不自知 再加上有心之人的诸多挑拨 真福和曹批的关系 开始越走越远 二 对真福爱得太过于深沉 曹批确实非常喜欢真福 但是她的父亲还有弟弟 也同样喜欢这位有才的女子 她的兄弟曹批写了很多诗 表达对真福的爱慕之情 并且在言辞之间还透露出爱而不得的苦恼 作为同样爱美人的曹批 对真福也非常轻慕 当初她打败袁绍时 就想着将真福收入房中 无奈儿子已经先她一步找到美人 所以在无奈之下 只得将真福赐给了曹批 再加上真福虽然敬爱曹批 但是内心深处对她有恐惧之情 她亲眼看到真福和一个女子谈笑之间 眼中极尽温柔委婉 而真福到了她面前只有低眉顺眼 这种感觉一直撕扯着曹批 使其有一种爱而不得的无奈 继而转化成一种恨意 也许是真福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感 或者是有高人指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 真福写了一首诗 想要向曹批示好 这首诗表达了她对曹批的思念之情 但是这首诗却被奸人利用 说是表达了真福对于曹批的怨恨 此时的曹批在多种感情的纠结下 已经非常痛苦 她根本无力去鉴别奸人之话是否属实 就直接将真福赐死 当真福死在自己怀中时 回忆着过往的情景 两人相爱之时的美好 曹批顿时倍感后悔 虽然真福有卸妆 但是不得不说 曹批对真福实在是太残忍了 真福也就不过发几句牢骚而已 曹批就刺死她 曹批刺死真福也就罢了 在埋真福的时候 还要那样的方式羞辱她 曹批的冷酷 无情 由此可见一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批 明星期finder 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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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